又找了一圈,确定没看到她的身影,便准备回去了。 转身的时候,目光无意中看到地上的身影后,多了一抹黑影。 她以为是落了,猛地转身一把揪住了对方的衣脸。 这下,看你还往哪里跑? 是吗? 一声冷笑,不是落老的身影,而是一道冷冰冰的女声。 她这才注意到,她抓的这人根本就不是落老,而是一名蒙着脸的黑衣人。 此刻看向她的毛子里,正闪着强烈的杀意。 露云罗下意识地松了手,危险。 这是她的第一感觉。 右手坐在袖子里,从空间随便翻出一包药,猛地撒向对面的黑衣人,然后撒腿狂奔。 妙脏雪在粉末挥洒过来的时候,就立刻屏住了呼吸。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,露云罗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了。 真是个卑鄙阴险的女生。 妙脏雪暗暗咒骂了一声,正要追上去的时候,周围悄无声息地, 冒出了三名黑衣人,挡住了她的驱逻。 露云罗一路狂奔,可跑着跑着她就发现,她身后好像根本就没人追上来。 难道我刚才判断错误了? 那个黑衣人根本不是来杀我的。 不对,也可能是撒得迷药起作用了。 想到这一点之后,她这才放心地停下来休息。 远处,一名男子立在隐蔽之处,目光望向露云罗那抹黑漆漆的身影,冷冰冰地说道。 让底下的人过去,把他身边剩下的影位全部引开。 是。 黑影消失,男子嗜血的俊脸隐匿在黑暗之中,在月光的笼罩下折射出半边令人轻轻的阴容。 这人正是北仓国的二皇子,贺连玉。 那些派出去的废物,连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都解决不了。 为了不耽误她的大事,她只好亲自出手了。 陆云罗休息了片刻,便直接回了农庄。 回去的路上并没有看到刚才的黑衣人,不过这件事还是给她紧了醒。 决定明天去进县,雇佣几个高手过来。 不然这一天天的,可太没有安全感了。 她回到农庄的时候,听周嬷嬷说,陆老早就回来了,这会儿正憨声如雷,睡得正香呢。 陆云罗也没精力再去收拾那个老头了。 泡了一壶茶,钻了一盘点心,就在院子里吹风成凉。 一路跟随而来的贺连鱼,向身后的一名老者使了个眼色。 顿时,一条颜色鲜艳的紫色环香毒蛇,从老者的腿上滑落下来。 吐着蛇杏子,蜿蜒地爬进前面的院子。 这是一条剧毒的紫眼蛇,一旦被她咬到三席之内,必死无疑。 赫连鱼隐藏在黑暗下的毛子,闪过一丝的惋惜。 怎么说这个东南国的皇后娘娘,也是破解了天花瘟疫的女人,就这么让她死了,还真是有些可惜。 阴独地看向院子里的那抹背影,静静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画面。 陆云罗端起茶展准备喝茶的时候,忽然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,好像有什么人在暗中盯着她一样。 连想到今日的那名女子,她不动声色的起身,目光假装无意地扫向院子的外面。 黑暗中,一直在注视着她的贺连玉,正好看到了陆云罗的容貌,她的瞳孔猛的一缩。 怎么会是她? 陆云罗收回目光,外面一片漆黑,她什么也看不到。 目光一准,正好看到了爬进来的紫眼蛇,此刻正高昂着脑袋,吐着长长的杏子,阴冷地盯着她。 陆云罗的眼睛一亮,哇,蛇,紫眼蛇,看体型这么长,最少都是十年的蛇灵了。 要知道,这种蛇可是浑身都是宝呀。 她两眼发光地盯着不远处的紫眼蛇,手中不知何时,已经抓着一把沾了麻药的银针。 正想着要从何处下手时,耳边传来一道声音。 小心。 静接着,半空中荧光一闪,扑驰一声,一柄利刃,直接拦腰将紫眼蛇斩成了两半,落晕落一脸的心疼。 她的蛇胆呀,不知道蛇胆就在蛇的中间部位吗? 这么拦腰斩,把蛇胆毁了怎么办? 她不愿地看向四周,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干的。 黑暗中,黑衣老者嘴角一抖,一脸的肉痛,那可是她养了十年的蛇呀,就这么被二皇子给灭了。 二皇子不是说要把这东南国的皇后给杀了吗?为何又要出手阻止? 黑衣老人不解地看向身旁的男子,赫连语并没有解释什么,直接从暗中走了出去。 随着她踏入院子,陆云罗看清楚了来人的长相。 一身黑衣,容貌俊美,五官棱角分泌。 陆云罗,你让我找得好辛苦。 两年多了,她终于再次遇到她了。 你是什么人? 陆云罗皱眉,一脸的防备。 不知为何,她总觉得这名男子不简单。 你竟然把我忘了,你以前可是说过,要对我负责的。 陆云罗傻了。 这话什么意思啊? 赫连语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黄色的玉佩。 这是你送给我的贴纸玉佩,你说过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。 陆云罗接过玉佩仔细地看了一下,还真的是原主的玉佩。 这玉佩从出生时就一直跟着原主,上面的每一个纹路她都清楚,绝对不可能出错。 她穿越过来之后,从来没见过这个玉佩,还以为是原主给弄丢了,没想到竟然是送人了。 陆云罗看了看对面的这名男子,顿时觉得一个口两个大。 原主到底惹下了多少风流寨啊?一个陈王又还没弄明白呢,怎么又来了一个? 赫连语目光温柔地看着眼前的女子。 所以,我们什么时候成亲? 成亲? 原主和这名男子的感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? 那个,你叫什么名字? 她实在是对这位没有任何一丝的印象。 赫连语阴柔的毛子微微闪过一丝落寞。 看来,她是真的不记得她了。 你以前叫我小玉。 小玉? 陆云罗无法将这么女性化的名字,和眼前这位浑身上下写着不是好人的男子联系到一起。 我要先把那条蛇处理一下,你看,陆云罗想说,不如你先回去吧,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。 我帮你。 不等陆云罗说完,赫连语已经过去,将那条斩成两半的蛇拎了起来。 动作熟练地处理手中的紫颜蛇。 陆云罗只好将要说的话咽了下去。 片刻之后,毒蛇的毒液已经被赫连语取了出来。 蛇胆很幸运地保留了下来,蛇皮也被血腥地处理掉了。 剩下蛇肉被赫连语直接烤了,闻着院子里飘来的阵阵香味,可以老者又是一阵的肉痛。 蛇肉烤好的时候,赫连语也将它们相识的过程大概地说了一下。 陆云罗听完之后,整个人都不好。 所以你是说,我以前被人下了春药,然后你正好路过,我直接把你抓过来强迫你给我解毒? 没错,所以,我早就是你的人了,你要对我负责。 杀我负责?我怎么负责啊? 等等。 陆云罗觉得哪里不对劲,据他所知,园主的医术连三皇叔那种天下歧毒都能轻而易举地解开了。 普通的春药却解不开,而且这家伙一看就是会武功的人,园主又不会武功能强迫得了他。 他狐疑地盯着贺连语,怀疑这家伙在骗他。 你应该知道,我略等医术,怎么可能会被人下毒,而且自己还解不了。 赫连玉俊美的容颜微微地一浇,阴柔的眸光闪烁,瞬间我恢复如常。 可事实就是你强迫了我,书记,你要不认账了吗? 陆云罗汗言。 我怎么认账呀,我又不是园主,还什么都不记得了,总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? 反正,这笔风流债,打死也不认。 小玉公子,我已经成亲了,而且我和我的相公很恩爱,所以你就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 小玉公子,陆云罗以为他刚才没听清楚他说的话,于是又说了一遍,我已经成亲了。 我知道。 你知道? 不会吧,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? 我的意思是说,我不介意。 贺连语抬起头,那双阴柔的眸子此刻正温柔地看着他,不就是皇后吗? 他贺连语也能给,他找了他两年多了,这次说什么也不会再让他逃走了。 这个朝代还有男子不介意女子已婚身份呢? 这得对园主多深的感情啊。 最后,陆云罗不得不回到房间,将正在熟睡中的银霜和周嬷嬷叫了起来。 现在,你们两个把我以前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说一遍。 陆云罗一脸的严肃,他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糊涂了。 根据园主的记忆,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大小姐,能招惹到外面那样的男人? 啊,从哪里开始说啊? 这要是从头说起,说上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 这样吧,我来问,你们来答,我以前是不是经常出府? 周嬷嬷和银霜互相看了一眼,然后一个点了点头,一个摇了摇。 这个问题还能有两个答案。 陆云罗揉了揉头疼的脑袋。 银霜,你先说。 我跟了您之后,很少看到您出府,就算出去也是找陈王爷。 你什么时候跟的我? 大前年过年的时候。 这个答案,陆云罗倒是有些意外,他还以为银霜是从小就跟着他的。 嬷嬷,你说说看,我是什么时候经常出府的? 你七岁之后,身体就不太好。 老爷就把你送出去治病去了,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来。 每次在府里面待的时间并不长。 不过,这件事情,贩面的人并不知道。 只当是您不爱出门,就是府里的人,除了您院子里的, 其他的下人知道的也很少。 身体不好? 陆云罗暗暗思寸。 园主自己就会医术,身体不好的话,自己就能看了,不可能会到外面去看病了,这看病应该只是一个借口而已。 那你知道,我爹把我送哪里去治病了? 这个,老奴也不清楚。 他从小看着他长大的,他有没有生病,身体怎么样,他比谁都清楚。 自然明白,看病也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。 真正出去做什么,当然不是他一个奶妈能过问的。 那,我最近一次回府,是什么时候? 他得算算,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外面那个家伙? 回府后,您就再没有出去了。 算起来,其实也就是两年多以前,回府后,您就认识了陈王爷,然后经常往陈王府跑。 后来先皇下旨,把你策婚给当时还是太子的皇上。 您费了陈王爷誓死不从,撞了柱子。 醒来后,您有些事情就不记得了。 陈云罗点了点头,这么看来,他融合的那部分残缺的记忆,明显是只有在府里记忆。 府外的记忆一片空白,甚至可以说缺失得非常严重。 他以前早就给自己耗过脉了,身体很健康,脑中也没有浴血,为何这记忆却残缺不全呢? 这个答案,除非他哪天恢复了记忆,才会知道吧。 本以为他问了周嬷嬷和银双之后,能解开一些谜团,没想到有些事更糊涂了。 云罗姑娘,我今天晚上睡哪里啊? 房间外面,传来了贺连玉的声音,陆云罗脑壳疼,周嬷嬷问道, 姑娘,这外面是谁啊?这三更半夜的,怎么冒出了一个男人出来? 你们俩,要是谁能把他弄走,我奖励你们一百两年子。 反正他现在,打死也不出去,今晚和银双几几就睡这儿了。 后来这贺连玉走没走他也不知道,反正他一觉睡到天亮。